五七神龙市 台湾新闻民海林外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胡宗信 我们今天开始进行桃园市的行销乐 除了市长亲自上阵以外 我们今天也要请到桃园市青龙连营会会长廖国斌 国斌会长 欢迎 大家好 我是 好 同时也是青龙的吴昭燕小姐 昭燕 嗨 大家好 好 我们节目主题我想我们三位都一样 奉献台湾农业 辅助农民落势团体 提西拉拔青龙后进 推动身心灵健康 我们今天会谈台湾 台湾到桃园市的休闲农业 以及深耕公民能源教育 休闲农业跟公民能源教育有关 请大家看一些图片 这就是桃园市农会 请看 这会会青年农民联谊会 这是台湾未来农业的希望 这是市长亲自主持颁奖 等一下会请国斌兄介绍 这是什么奖项 然后倒过来再看 请大家看 这也是市长颁奖给国斌兄 市长 郑市长非常的认真 他非常关注桃园35位优秀青龙培训结业 提升农业创新能力 这是桃园35位 这是市长跟局长跟相关人士 我们就请国斌兄来介绍 青龙联谊会在台湾 在桃园市的农业发展 它的重要性情 一开始首先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们青龙是从农委会辅导处 开始要我们下面成立的 然后成立到现在 我们桃园有650位的会员 然后13个乡镇 每一个区都有会长跟副会长 就是等于分会长 然后现在主要我们有分生产作物组 有机组还有花卉组 还有特作组 每一种组别大家在一起才有话讲 不要说不同的生产的农业的方向 他们一起的话 如果种水稻的话 一起讲水稻的事情 种蔬菜的会讲蔬菜的事情 他们才有话题好讲 然后当然在这个参加这个联谊会的话 大家互相交流以后会增进很多 很不一样的想法 然后像缩短工时 增加新的方法 然后会赚钱 这个是我参加桃园青年农民联谊会的好处 我们来看农粮署长胡忠一署长 你看他日前举行这个 产销班企业化及创新经营辅导成果滑表会 请看这是胡署长带领这个 也跟这个国民兄一样 这都是台湾未来的农业大军 还有另外一张 也请看 这是农粮署长前赴宜兰县 跟县长林芝妙 还有立法委员相关人士 一起所进行的像这个精选豪米活动 我们曾经介绍过壮围乡 还有很多地方的像东山乡的 好山好水豪米 郑文燦市长特别鼓励青龙 好 我们今天一位杰出的青龙 吴昭燕小姐 她正式从事农村旅游 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特别强调 身心灵 请看我们这个节目的第四项 推动身心灵健康 这个赵燕 你为什么从事农村旅游 一定一番你人生的转折性 大家好 我跟我的先生是因为梦想 那持去了工作 寻找了一块粮田 在台湾找了五个县市 然后最后才落脚 在目前的大西康庄有机聚落 那我们的聚落是在106年成立的 所以当去到那边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有机露天种植 那有机露天种植的时候 它会比较 卖相比较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导致于我们第一批的萝卜 产销班合作社就跟我们说 你这卖相不好 然后我们第一批的萝卜干 是因为这样产生的 因为我们每次在农作之余 我们会有亲朋好友 都会问我们说 你们开新农场我们可以去玩吗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可以啊 当然很欢迎亲朋好友来 所以就带着亲朋好友 去到我们的有机聚落 那我们有机聚落是 位于大西老街往石门水库 一定要经过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它本身 完全没有工厂 完全没有污染 而且我们的有机田 吃的又是山泉水 所以就那个环境特别的好 那每次亲朋好友来 都玩得非常的开心 他就会跟我们建议说 其实你们可以 让更多人来了解这边 然后可以对外开放看看 然后就因为这样 我们就开始有了这一个想法 对 你本来种植萝卜 后来种植玉米 然后成立这个康庄有机聚落 转型后什么改变 转型后改变 其实过去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 因为其实客人 在市场端买的时候 他们还是比较喜欢买那种 比较漂亮的 然后很重视外观 就是被虫咬的其实会比较 会不喜欢 对 那我们因为办了这个农油的活动之后 我们有发现说其实客人来到我们的农村 他自己去采摘的过程 其实他是很开心的 不管是大科小科都是他的心血 都是他用力努力去拔来的 或者是采摘来的 所以他们就会都 就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个作物 那他就比较不会去care说 这个有虫咬过 那事实上像萝卜 有虫咬过 其实他因为自己有一个防疫机制出来 他反而会变得比较好吃 我们的萝卜有甜 有水 有嗆 有辣 有一次我们的客人就跟我们反映说 他买了两斤萝卜回去 那买回去之后 他的煮排骨汤的时候 只剩下三块萝卜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很不好意思地跟我说 他说因为我老公 他是屏东人 那他以前都吃到的萝卜 是有呛有辣的 可是现在萝卜吃不到 所以他好怀念那个味道 那他把两斤的萝卜都当作水梨 直接生吃把它吃掉了 所以其实有时候有一点点虫咬的 其实反而更好吃 来 我们看这张照片 这是我们小时候 一般都市小孩子很难得的 这叫做泥巴闹 闹泥巴 打入口味都要吞 然后反面这也是 你看 笑多灿烂 还有这张照片 这是 来 赵卜 这是什么照片 这个照片是我们的一个青龙伙伴 那他是养蜂 他是第二代养蜂 对 那他在他们家 就是办了一个活动 那让贵宾们来到他的养蜂场 那可以自己帮蜜蜂做他的食物 做蜂粮 那做完蜂粮自己去喂食 那因为在喂食的过程 会比较担心危险性 所以这农民就很有创意 他就去做了这些太空装 然后第一可以保护小朋友的安全 那第二又可以让他们有一个 很棒的一个回忆这个照片 我希望大家知道 桃园市的青龙连一会 有一项活动叫做 农田亲子教育走进家庭 亲子教育 来 照片有什么效果 其实现在的父母很多都是在上班 所以在跟小孩子下课的时候 他们都是送安勤班 跟小孩其实都不亲 那这些父母其实透由这次的活动 跟小朋友一起去挖地瓜 一起去采落神 一起去做农事体验 然后一起做把产地到餐桌变成了一个食物 然后增进了一个亲子的互动关系 我们有一个客人 他曾经跟我们反映 他本来来挖地瓜 那他来的时候 因为他不知道我们要让他徒手去挖地瓜 他是彩繪之家 那当下他就跟着他的小女儿两个人 就很尴尬 怎么办 我怎么挖 然后来那一次他就很失望的就离开了 那就是他的好朋友分给他两三克这样 然后他就觉得好可惜 所以他第二次又来报名 报名的时候他就把他爸爸带来 然后把他爸爸带来的时候 他爸爸就三个人就很努力一直挖 那挖了很多的地瓜回去 然后他爸爸本来都在上班 那跟小女儿其实这个关系互动并没有很多 所以透由那次的活动之后 他女儿去到这个大卖场 看到地瓜的时候 他会跟他妈妈说 我爸爸超会挖地瓜的 我爸爸很厉害 然后到学校会跟他的同学问说 你爸爸会挖地瓜吗 我爸爸很会挖地瓜 你爸爸会吗 所以因为这样 我们这个贵宾又来了第三次 然后带了他们的小孩的同学一起来 我们透过廖国斌会长的引导 桃园市的青龙联谊会 有一番大大的转折 接下来我们邀请邱兆明先生 来 献身说法 好 接下来我邀请 桃园市青龙联谊会的贤抗力 邱兆明先生跟他的夫人吴兆燕小姐 我们这个节目非常重视 深根公民人文教育 我还是让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是桃园市长特别鼓励 35位优秀的青龙培训结业 同时来 我们看这张照片 小孩子 我们的 你看学子 你好 你看笑得多高兴 这就是田园乐 这我们知道几乎很少人在泥巴中打滚 所以这是一种新的公民一种树养 也叫做田园树养教育 那我就请教赵明兄 什么叫做 这典型的叫做田园树养教育 来 请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会去留意到 关于农村岛路 农田树养教育这件事情 是每一次在家长之后的体验 都会跟我们索取关于说 你有没有体验证书 你有没有体验证明 我能不能跟你合个照 或者说在这方面的话 你们帮我签个名 那时候我们就会思考说 怎么有这么多的家长 来跟我们索取相关的证书 或者是相关的证明 那个时候我们就忍不住 问了家长说 那个妈妈 我想问你一下说 你们拿这个证明的部分 要做什么 他跟我提到说 未来孩子上大学的时候 这个分数占50%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惊讶 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 后来我们就实际去做功课之后 我们发现关于108课 刚上路之后 推动树养教育 跟学习历程这件事情 让现在的妈妈很紧张说 他们孩子在小时候 能不能就来准备这件事情 后来我们有实际去了解 关于素养教育这件事情 它的缘由还有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最主要是希望说 孩子在未来选定到大学 就学的时候 能够去找到他们的兴趣 进而到大学里面 能够去完成相关的知识的规划 跟培训 因为现在目前有太多的孩子 他们在毕业之后未必跟他们就业的内容是一样 那是不是从头开始学习了 其实现在目前在5G跟互联网时代 这样的速度已经跟不上了 所以透过素养教育的学习 让孩子能够提前了解自己的兴趣 进而深入的部分去做发展 那我请教赵明兄 那在这个素养教育里面 农村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我想分享一下 农村可以扮演的角色是 农村是一个家长非常好 陪伴孩子去的一个地方 再透过陪伴跟互动的过程 家长可以更了解到 孩子的兴趣跟专长 进而去引导孩子 投入到正确的领域 跟他兴趣的领域 去做生化发展 在这个农夫的田里闹里面 大学生的参与也很重要 为什么大学生 你特别鼓励大学生 越来越多大学生 到农村里面跟你们结合 为什么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陆续有很多的大学生 进来到农村 去做社会参与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思考到说 大学生来农村你做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遇到非常多的大学生 跟我们说 他们想要来改变农村 他们想要来帮助农村做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说 其实农村并不需要你的改变 也你进来投入之后 我们希望说你能在投入的过程当中 去探索你自己的未来 跟探索你自己的兴趣 去修正自己对未来规划的脚步 这是大学生进来农村里面最棒的一件事情 好 我要请教两位 那农村的休闲旅游对农业的发展有没有帮助呢 是不是先请赵明 然后我们再请赵燕也一起来说明 请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桃园在我们的灿灿市场下 大力推动十大休闲农业区的部分去规划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 在这个休闲农业在滚动的过程当中 透过服务带动业务的方式 来促进桃园的相关农业发展的整个脉络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过去在康庄有期聚落实现活动以来 我们发现到效果非常好 有好多的人都走进到农村里面 去做相关的体验 进而去了解到关于桃园的农业 还有桃园的农民 还有桃园的人文跟相关的发展 那我请教这个赵燕好不好 区域串联怎么串联起来 我们的区域串联 其实我们刚开始是自己做 那在自己做的时候 因为客人不可能每个月都来我的农场 所以我们后来就结合了附近的农民 那我在结合农民的过程当中 大家就又一起可以一起招呼客人 那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共同的回忆 还有革命情感 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跟一些桃园青农 还有在地农就串联起来了 那我要特别请教 很多困难 一 要吃苦 要耐得入寂寞 地宰人愁 很难找到土地 还有消耗体力 没有本钱怎么办 还有很多观念 这个 赵明兄你怎么一一克服这些困难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时候 为什么桃园市长的部分 非常大力地推动休闲农业区的规划 是因为现在目前农业在发展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朝向精致化农业 跟休闲的农业下去做执行跟规划 让年轻人愿意回来到农村里面 去做相关的发展 我们在抗庄有机聚落的实行以来之后 我们发现到推动休闲农业之后 陆续有青年的部分 慢慢都回来到农村里面 去做相关的规划了 所以来农村不是只有种 它也有玩 它也有推广 也有行销 也有游城 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发展的状况 好 我们完全呼应桃园市长 你们叫燦燦哥 燦哥 桃园35位 优秀青农培训结业 鼓励大家下乡 最后我们是不是请赵燕来介绍 这个桌上跟青农或是桃园市的相关产品 好吗 赵燕来请 好 本身我们家这一季主要的农产品是洛神 我们家的洛神比较特别是我们种到五个品种 所以我们的洛神有黑洛神 有白洛神 红洛神有三种 一种是含苞的 一种是绽放的 我们还有比较特大的品种是F1 我们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些加工品 做成果酱 晒成日晒的一个洛神干 还有我们的冬天我们都会种萝卜 因为黑又黑又把萝卜 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很受客人的欢迎 所以就我们多了萝卜 我们就会把它变成萝卜干 萝卜干的部分 我们会用日晒的方式 因为日晒才会有这个香气 才有办法保留 我又用了真空的一个技术 让它可以快速的两年就可以变成老菜卜 就可以整个是黑黑的那种老菜卜的感觉 对 我们有串联了桃园的青农 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些桌游卡 还有徽章的部分 我们都是以农场的一个徽章的图案 那这个农场它是卖米的 我们就会画米 那这个农场是卖洛神的 我们就是画洛神 那再把它变成桌游卡 可以变成来做玩心脏病啊 或者是减红点啊 然后可以玩图像记忆卡 然后还有我们呢 今天呢还带了我们的阿陶 还有我们的袁哥 我们的吉祥物来到现场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广 我们的桃园农业 好 最后提醒赵明兄 换句话说 你们是跟着农夫田里闹 来清创基地的建立 怎么做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青年代回到乡之后 想要有一个市营运的地方 但是很不容易 我们希望在康庄有机聚落 能够去建立一个 让青年能够回到农村的时候 有一个市营运的地方 因为我们康庄有机聚落 非常不容易在整个休闲农业 跟农在计划的部分 走了十年 相关的 不管是生态生产 还是生活都非常的完善 我们希望将 康庄有机聚落里面的 相关经验 能够去做有效的传承 让更多人能够去了解到农村 让年轻人来到农村之后 想要创业 他们都有一个地方 可以去让他们做学习 跟相关的规划 感谢赵明跟赵明 包括国宾会长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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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